呼籲就往總統之路來邁進 綜藝天王吳宗憲再次大方挺韓 但面對綠營頻頻繃緊韓國瑜 吳宗憲有話要說 其實總統我老早知道是誰了 因為我一講完另外一組就不要選了 因為浪費時間嘛 浪費國家的公權力 浪費國家的資源嘛 因為他猪腦袋都知道是什麼狀態 一針借血道破盲點 民進黨狂打韓國瑜沒用 因為看在老闆心眼裡 會做事的人才能讓民眾過好日子 時代已經不一樣 誰把大家養好了 誰就可以得天下 對不對 對於郭台銘也想分一杯羹 搶風頭出征大位 國民黨考韓動作頻頻 吳宗憲搖搖頭暗喻老虎 不該隨便跑 我們是老虎 你千萬不要跑到平原裡面來 進了森林你才是王 在經濟的一個層面 你可以提供很好的一個想法建树 挺寒到底全國退讓 但怎麼樣就是不能再把2020總統大位 交回民進黨手上 因為真的不是很OK 不可能蔡英文跟賴清德 因為很簡單嘛 一個是本來的總統 一個是本來的行政院長 都沒有把台灣的經濟搞好 怎麼可能還會有機會 然後現在變成總統跟副總統 那這個人家選票投不太進去的 之前話就說的直白 不管民進黨派蔡英文還是賴清德 都不看好 可為人民做事拚經濟的人選 才能贏得最終勝利 記者綜合報導 дел